虛弱躺在担架上被送进医院治疗 赴乌克兰采访的美国记者 即便深知俄军炮火不留情 但没想到枪口会对准媒体工作人员 才刚准备动身前往拍摄 胡安就遇上俄罗斯大兵突袭 恐怖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不过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伙伴 可就没那么幸运能够顺利逃过一劫 不过有美国记者在乌克兰前线采访 不幸重担的消息传出 也引发全球哗然 事实上瑞诺的身份不光只是一名记者 也曾多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甚至曾两度获得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提名 瑞诺身亡当时身上带着记者证 一度传出在纽约时报任职不够遭到否认 二无开战后 瑞诺成了首位罹难的美籍记者 不仅媒体业痛失人才 也再次让国际见证到俄罗斯的残忍